好 我們帶妳看 這個Sony的電玩主機PS4 在北美開賣 兩個禮拜就賣掉了200萬台 而競爭對手微軟的XBOX ONE 同樣也賣破了200萬台 感覺好像都很好玩 好 那麼在今天 這PS4在台灣首賣 有這個遊戲迷 一個禮拜前就開始露營 這麼冷喔 睡在外頭就為了要來搶頭箱 那麼果然全台限量400台 不到半個小時通通賣光 Sony年度電玩主機PS4 終於在台灣開賣 排隊民眾擠爆現場 就是為了搶到 12,980元的PS4主機 200台不到半小時賣光光 預計明年一月才能繼續供貨 難怪搶到頭箱的張先生 一個禮拜前就來排隊 我是從12月11號 上禮拜三來排隊的 所以已經幾天了 先算第八個白天 第七個夜晚 好 我比較喜歡PS4 為什麼 因為那個搖桿的操控性 支援PS4的27款遊戲 也在同天正式上市 針對握桿部分 改良上一代的缺點 新增Share功能 讓玩家可以邊玩遊戲 邊分享影片或照片給好友 以往呢 它有一個STAR的功能 有一個STAR的功能 那它呢 就是把它改善成 就是說按中間就是變成STAR 那原本的Option呢 一樣 就是它可能會對應不同的遊戲 讓我Option的選項可以出來 那有看它這個面板 就是要看遊戲 它有支援這個觸碰的功能 PS4隔了七年再推出一線聲 不同凡響和微軟Xbox One 規格比一比 記憶體規格 PS4略勝一籌 不過Xbox One 主打上線下載遊戲免費 價格上也因為有體感功能 硬是貴了100塊美元 美國歐洲的總銷量 從開賣到兩個禮拜之內的 總銷量210萬台 實際上Xbox One開賣到現在 也突破200萬台銷售量 就等台灣正式上市後 每日兩大電玩龍頭的遊戲競賽 才正要開打 三連續的徐熊李萱 台北參觀到